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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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坐 先打坐 最基本功你要会 最基本的 打坐 两个半小时 静下来 打坐坐在那 除了乱小腿疼以后 就是静 安静 所有人刚开始 这个功课还是真的 要坚持下去 坚持到你成佛那一天 不是打两千座 坚持到成佛那一天 所以经常打 他是个基本的 就是一个 他能陪伴我们整个成就之路 你看释迦牟女佛当年 曾到那天也是在菩提树下坐着 虽然他已经不是我们那种 他那种三摩地已经可以动了 也不是你坐在那儿 全身不动 眼睛也闭着 但是他也是坐着 就是说这个静坐是 诸佛菩萨 就是说给我们总结出来 确实对人力 比较好的一个入定之行 你不会静坐就有点可惜 在轻慢的转化上 加了新型的转化上 所以我们实在腿有问题 我们就坐不了 有的膝盖 甚至有的是踩起 我没腿 你知道我静坐 我咋做呢 那就有很多方法了 是吧 坐凳子也行 靠子也行 那就心心少用功了 因为到最后 这也是个妄想 我们学会双排了 但方排是个妄想 连双排 连单排 这些 这腿四大肩空 你现在是肩甲修正的 连四大 连我们的肉体 都是个肩固妄想 最后都要破 再破掉的 那我静坐你音乐吗 你坐不下去就听音乐吧 你坐得下去就不听呗 没所谓 你看吧 你可以有时候听音乐 有时候不听 刚开始休息 各种访问都有呗 今天你很开心 你怎么也能 明天你不开心 你听听音乐啊 什么都可以 不就刻意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那样 刚开始 调心 调心大家就是 刚开始做点啥 并不是说 只能停下意识啊 因为你头脑就有个乱想的意念嘛 停下意念是对的 但是其实是关闭六根 收心设意 其实你是没心的 就是你看见啥了 听见啥了 闻到啥了 嘴巴尝到啥了 你体验到啥了 还是你过去经历过啥记忆 就这些每天在影响你 你知道吗 你坐在这儿你很清净嘛 是吧 突然看见啥了 耳朵听见啥了 鼻子 你不就是个六根嘛 是吧 将来你不管在地狱受暴 你也是一位见闻觉知 到了一些苦难 还有体验生根嘛 你觉得你体验了 因为你在地狱受暴 你是个风大 或者是火大 或者是什么 你可能你不是肉体的 但是你还是感觉到痛苦 因为比如说你在睡梦之中 知道吧 如果睡梦之中 你被火烧啊 有人拿到割你 你还是很痛苦 但是你的肉体 并没有进入你梦之中 真的被割啊 你站在楼上 你还是不敢飞啊 你会怕摔啊 你还是很深的恐惧 你的肉体并没有受伤害 但是你的 你感同身受在梦里边 在地狱也是 还是 为什么出现这个 在梦境里边 跟地狱里边 或者其他维度啊 比如说我们从人的角度 现在谈地狱啊 不是从地狱到 你这个肉体并不在 但是你受暴 你还是像这个肉体在受暴 就像梦里边是 因为见闻觉知 你站在楼上 不敢跳的原因是因为高 怎么因为高得看见的 你眼睛看见他高 一筐高是吧 所以你觉得 然后你的记忆就说那么高摔下去 会摔死的啊 就就怕了 是吧 所以这就是意识层面的认知 然后再加上六根 就局限在你的 你就没神通了 你肯定 你你跳下去就摔死了 因为你这样认为 你就永远不会飞 知道吧 因为你的认知转不了 所以 所以破梦想停下来的时候 是从六根开始停的 也跟能见的所见的 都是假的 能闻的所闻的都是假的 不是坐在那些停你的意识 就能够把梦想停了啊 能见的所见的 就是也跟能见所见都假 能闻所闻都假 能秀所秀都假 能长所长的说假 能体验所体验的都假 过去的未来的都假 记忆中的 哪个都不认 这就是开始 从梦想中要觉醒 这才是停下梦想 关闭六根 不是你坐在那脑子里 三秒钟的 啥也没想 你就停下来 还昏昏沉沉 一会儿又睡着 不是啊六根 好 你闭上眼睛 当然眼睛不看了 但看见黑暗了 是不是 还有你说 我要看见光了 是吧 我经过四射 或者是什么 看见佛菩萨了 内观嘛 有的看见境界了 是吧 有的看见光了 有的能见得所见的都假 不管你是天爷 慧爷 法爷 佛爷 不管你什么也 先停下来 即使你说你坐着呢 看见自己变成佛像了也不对 涅槃根本就没有境界可言 全是大 这就是空性 就是大涅槃境界 平常性才是道 但是有一个成就的过程 就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辉煌的 你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成就 越来越有这么一个 彻底觉醒以后又回到平凡 就中点起点又回到以前 在这个过程中你会 还有时候看到自己放光啊 各种啊 惊千动低的 辉煌的不得了 那是凶正境界啊 灯地菩萨的 各个的神通啊 法力啊那些 到最后归于平静 都是幻境 知道吧 但是等他归于平静的时候 他六根解脱了 知道吧 他是也叫凡夫 你也叫凡夫 他是醒来的凡夫 他是觉醒了 他神通广大 法力无边 你就不行 你还被六根控 你还是看见啥了 生气 听见啥了还生气 人家就不省气 人家已经游戏毕竟空了 你还在那三维角度 瘸着呢 所以人家看见最后 都能伸出手 上来 你能蹦出去就算你赢 你说你打死我吧 我打不过你 你就这样的 从六根往下停 梦想 往下停 从六根 歇破我 后破法 不要歇把全世界人了 你咋成就歇 歇人空 后法空 因为关六根先把自己空了嘛 这边 先这边空 你这边空了 成像马上就消失了 六成 跟着 你先把全世界抛弃了 你说你能成佛吗 人家自私一点也能这样干啊 是吧 是吧 哪个自私的人 我全抛弃了 我就能成佛 那不成魔了 怎么可能呢 你抛弃了那是着相 所以整个修行你也知道 佛事从一切毕竟空的角度 来让你介入空性的 不是让你从放弃来 因为拿放都是错的嘛 哪个放都错嘛 因为有东西你才拿放拿放 佛事说这个东西是梦怀破 也不是拿放啊 你有东西拿放 你这已经 有放的东西说明你还在到位 还在修嘛 但是整个在到位上 从人力的角度来修行 那可能有的东西就拿起来 有的东西就是放了 那什么东西能够有助于你成到 你自己知道 说障碍太多那就放呗 放那些障碍你的 是吧 但是慈悲心不能丢 慈悲始终是第一位的 一定你们未来会一定知道它的重要性 因为在这个过程随着你的尤其实修的众生啊 实修的大家 修修你的身心气脉会找到你很清净的 你会看见这全世界的人力都看不上你的眼啊 进不住你的乏眼了 又够又脏 知道吧 你看都不能看 知道吧 你都不能够人力为伍的 畜生 其他到处是更别说了 是吧 你们会修的 全身放光 就像营火虫似的 然后根本就不屑 然后还有你家那老公老婆 那都是不修行的 那都别靠我边是吧 然后父母啊 这都不学佛的 不懂的 哎呀这些 就慢慢慢慢你会脱离人道的 知道吧 处理人道是你的知见见地 跟你的圆满处理的 但你的慈悲心一直要留在三界六道 平等的三界六道 有处理 有起处理性但没有处理的像 知道吧 不要早就说众生你真的从那处理了 处理个啥呢 众生不学佛本质也是佛 是佛嘛 这都是空性 哪个众生不是如来 本质只是人家现在忘了呗 你不要看他喜气欲望一大堆 他就是忘了 他想起来他马上就没了 所以不用觉得这个世界很邪恶 关切不能让如梦幻泡 在实际上操作上 先柔柔不动 深呼吸停下来 然后不分别 这是真的 通脑就不会想这是正的是什么样的 负的是什么样 不要有这种定义 如果你能够如如不动安住在这 也可以 实在安住不了 虽然知道一切如梦幻泡 你负的是假的 是你的任职 这是在二月队里的任职里面 实在受不了 跑 离开 躲开 三十六级走为啥 这些躲着 是吧 负能量或者不看不听 你负的或者电影影像 或者是什么 一些不看不听 一些避开 如果自己内在的负的信息太多的话 那少看那些东西 少去听那些东西 多去听一些正向的 比如自然界的声音 哪怕听风声雨声 你去听自然界大自然的声音 音乐 或者是什么 就是自己唱声啊 念佛号等等 这个久了 问题就是久了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出神了 然后会不会回不去了 观想镜 你还在坐碟上 你没出去 这个观想镜 很清晰的观想镜 比如说你坐在一个 坐在一个地方 有师父看着佛不着陪着 但是你知道这是个观想镜 是个假的 幻境就行了 你不要说说你 哎呀觉得自己多厉害就行了 也不要认为他叫出神或者不出神 你不理他就好 这是个观想镜 就是说有的人观想能力很强 一想象 他就出现一个就像电影一样的 就是这样 就没问题啊 如果你曾经休息好一点的话 你的观想镜成就的话 你可以比如说你坐在这儿 比如你觉得很热啊 或者你坐在这儿很热 然后呢 你打坐的时候 你突然观想说 你自己坐在喜马拉雅山上 喜马拉雅山有雪嘛 或者冰洞里 你坐在那儿 你观想镜好的人啊 就是他其实没有 就说季晓修秘族以前修 他突然发现有一个他坐在那个冰洞里 他都能看见 就有一个另一个他坐在那个冰洞里 坐在冰块上 因为很凉嘛 但不会伤害他 他是个观想镜 然后冰位 如果观想镜的力度够强的话 你会马上感觉这个身体也会凉起来 就这边的肉体都会影响的 就能达到这个同步的境界 这是观想镜好的 但这个只是属于观想 还不属于出神 还有结局到自己在叫别人师父的时候 心中的那个恭敬心生不出来 在我的心中 我就是恭敬的师父 我出不来就不出呗 反正你有 就是没出来呗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恭敬心 是吧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恭敬的 我曾经说自己生出恭敬心 对佛菩萨生出恭敬 看不见摸不到 说一切又是毕竟空的 你怎么生 这可能 除非你了解他 是吧 你对一个东西或者一个人 产生敬畏也罢 产生恭敬也罢 你要很了解他 知道 那随着我自己修行 你知道 随着你自己实际 在修修修的过程中 在菩萨道上 在不住相地修啊 或者不断地反复反复回到 火车这样修 你突然就理解了诸佛菩萨的功德 就是他们 他们是历节修啊 很多很多很多事在修修 今天才有你的醍醐灌点 今天才有我们突然的清凉 就是你看他一句话 突然很清凉 哇他那一句清凉 也许他修了几万大节才得出来的 他无私的布施给我们 所以我在看佛经的时候 内心的感恩和恭敬就出现了 是你随着你修行 你自己体验到了知道吧 你现在只不过是你还是 建立在一个说 哎呀我信某个师傅 我就对某个师傅有恭敬 这还是人道的 我信他 我相信他啊 或者是什么 如果是我不相信他 我觉得他没有 我就没恭敬 这个还不是在了解的基础上 这个恭敬有一天也会 也有可能丢知道吧 但丢就丢了 没关系继续修好了 那我的定位是这一事 一定要承受不到 嗯 所以为自什么 自己生不出那个恭敬性来 为什么就恭敬我的师傅 其他的他教师 不断系练的 觉知到那个恭敬性不出 我就在这方面 因为我定位 我是要承受到 他做出的事情 说出的话 没让你起了恭敬 你觉得他没有射受你啊 他或者没有给到你一个幸福的理由 所以你不恭敬 这也不怪你在人道 就是这样的 可是我要承受 嗯 承受不 继续修啊 继续修啊 你不一定是对哪个老师 哪个师傅一定生出恭敬性 你就承受了 你没生出就不承受啊 没有这个概念啊 你继续修啊 你是把你自我破 破掉我之承受了 佛没说你对佛产生恭敬就承受了 不是这样的 你不恭敬也可以承受 你继续修啊 嗯 当你对一个 就像秘族 对一个上师臣服 或者恭敬的时候 把他看在佛的位置的时候 你无形就会得到驾驱 如此而已 并不是说你看见他 你 你因为伸出恭敬性 你成佛了 不是这样的啊 他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坐在这啊 举个例子啊 我坐在这儿 你对人 坐在这儿 369等的人嘛 你看一个在街上 街上 呃 呃 在坐在那儿是吧 乞讨的 或者是看一个啊 你可能是这样看的 你扔钱是这样扔的 因为你是站着的 他是困着是吧 你这样的人 你是在居高理下的 施舍 知道吧 施舍给他 那个 因为没有平等 所以他不少不思 知道吧 施舍 因为看他可怜嘛 施舍是一个在高 一个在下边的 是吧 可能你说我是学佛的 我要平等 人家也是个人 是吧 平等他真的需要你帮助吗 是吧 或者他真的需要 你有平等性 你才能说平等的不思 是吧 但是你那一块钱 你才算是平等的不思 但是你 你觉得他真的有你好吗 真的能跟你 站着介绍称讯到底吗 好 再先不说这个 然后 再往上 对佛菩萨或者少少 你是供养 那一块钱 是吧 那不叫不思也不叫 施舍 叫供养 因为对着这三个人 三个 三个态度的不一样 你得到的东西不一样 它是有因果的 知道吧 当你供养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以供养的角度 就是你会觉得它比你高 知道吧 所以偶像嘛 是吧 佛菩萨 你不能说是 我今天去供养观世业菩萨 跟释迦牟尼 是吧 我们不能不思嘛 你是说我供养释迦牟尼佛 供养观世业菩萨 是吧 但是对街上的 情形的人 你就是不思嘛 是吧 不思嘛 做慈善嘛 就是做慈善 施舍不思嘛 施舍跟不思 因为你的位置不一样 所以得到的东西不一样 知道吧 你把自己放低了 才有供养 是吧 你把自己放高了 就是施舍 是吧 那就不一样 因为你的位置不同 你得到的果不同 就是这样 嗯 那些因果 在你的心性里面起作用 是吧 当然佛菩萨 如果你真的是 供养 当然经典经常说 供养释迦牟尼佛 一种佛 那种佛 他如果是圆满的 他是无处不在的 他不依任何像存在 他是无处不在的 如果你能真的相信这句话的话 实际上摩尼佛就在这 是吧 无处不在 只是你的自己 在哪也不知道 那佛菩萨不在 无处不在 你要是有个处 是吧 我们跟诸佛菩萨同在 永远在这 那这样说 是不是我要对所有 就是我们看不见而已 是有一个供养性 啥也不需要 你走到哪一步 算哪一步 我是告诉你 你在每一个 并不是说这样就能成佛 是 你对的就是因为没有平等性 他那个不是说我坐在这 我要平等 我要平等 就能达成的 你不可能平等的 知道吧 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不快乐 你跟一种佛 假如坐在这 跟你在一起 你会很快乐 你的身口也都很快乐 是吧 你跟这个你讨厌的人 你虽然你心里说平等 但你不快 你不想跟他在一起 是不是 你这种平等 你只是个概念 你身心伸不起那就绝瘦了 什么 叶耳鼻舌舌全伸不起了 知道吧 看见也讨厌 听见他说话也讨厌 鼻子闻到他气味也不对 这身体 爱也不能爱你 但是心里说 我是平等的 我是平等的 明显的你不平等了 是吧 你做不到平等 告诉你 没那个功夫 协力执戒 众生是平等的 执戒在那 破你的像 是吧 先把你六根破了 不是说情想妄想 从六根关闭停下来开始 不是在意念里坐在那说 意念里面 哎呀我停下来 我啥也没想 我啥也没想 不是想啊 我啥也不想了 这不是个想啊 是吧 或者是我清静了 我进了下个定义 这都在乱想啊 坐在那六根 不管你体验到啥了 深根体验到 酸麻烂照头 大火小有光没光 黑暗还是什么 体验或者过去未来 在日常生活中 从六根开始 关闭开始 冒想就彻底停伏了 嗯 从六根修啊 你这样 因为你那个念头都是六根 出来的 你平时咋起心动念的 我看见啥了 不是起心动念 我听见啥了 不是起心动念 是吧 那你不起心动念 你能看见 你看不见吧 那死人不起心动念 所以眼睛 眼珠子还在这 嘟嘟嘟嘟嘟嘟嘟 就看不见 是吧 死人眼珠子也没掉 耳朵也没掉啊 不起心动念 看不见听不见啊 是吧 在说人道呢 不说中阴景气 那死人就看不见 听不见了 是吧 哦 所以 你要想停妄想 把六根停下 那 如如不动 但是 我说 看 你如如不动也说是 这是竹子做的 这叫本能分别 知道吧 这个本能分别 你要转化到很久 你这 这个本能分别 你知道你的意识快到 这个分别性快到 你想象不到 超过速又行 这个需要在坐跌上慢慢 需要很久才能裂到 破这个本能分别 空体 要裂到 六根气脉全部转化 互用 哦 这就是功夫啊 至于你对外界恭敬不恭敬什么 先水塌了 哎呀 你先把你气改了 毛病改了 其他的恭敬不去慈悲心 深不去恭敬心 深不去平等心 没关系 但是你知道一个大菩萨成就者是这样的 随着你的修正你一定会有的 你放心 世俗的心越来越少了 你平等性不越来越多了吗 慈悲心不越来越大吗 你那个善良总会生化成慈悲的 负责往哪放啊 是吧 你平等了就 就肯定慈悲了嘛 这不平等性和慈悲性是一起的吗 嗯 一般一个人如果不在乎自己的时候 他很 怎么可能不是个好人 你想想我们骂人或者是这个坏人 他不是都是太在乎自己自恋自己 或者太在乎他的角色了 他才变坏了吗 是吧 他杀人放火 他不是觉得别人忤逆了他 是吧 他不喜欢吗 不舒服吗 当然也有些坏道 我就杀着玩玩的 是吧 那不他也是有个他自我的习气毛病在那 一个大财菩萨习气毛病也没了 又没有自我了 他怎么可能不是大慈大悲的 知道吧 就那个魔王我不知道 捏杀的捏杀 他也是有一个我 我想我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还不是心想是想玩玩 杀人玩嘛 杀人到玩游戏嘛 那是强烈的一个自我嘛 他有他有能力杀人玩 杀人玩 杀人玩 他很强烈嘛 那个也是有自我 他那是个喜气啊 他 他靠你的痛苦博取他的快乐 他是个喜气很严重的 变态的喜气啊 一个大臣菩萨慢慢吸气断尽了 慢慢吸气没有了 然后我直放下了 你觉得这个菩萨 你就不生慈悲心 你就不生平等心 你没有公寂心 你也是大慈大悲的 我告诉你 你没有自我没有喜气了 是吧 然后身边的人 住身怎么能不平等 是吧 肯定是啊 你再修学佛法 你要真的没有什么喜气了 我保证你的身体以后 没有任何病变 然后你周围的环境 越来越好 越来越爽 善境界缺手 知道吧 因为这个外境是你的幻境嘛 根层投缘 六根外境 内外境是一起的 外境也是四道嘛 地水火风嘛 里边也是地水火风嘛 否则我们 六根六成都是一位 无名妄知妄见嘛 妄觉 我们本来是如来嘛 这叫无名妄动嘛 产生了幻境嘛 三切大切社 所有的一切都是 众生的妄想产生的嘛 那为什么我们 我们经常问说大家说 我能不能只妄想天堂 不妄想地狱啊 我能不能每天想的都是 身边全是美满的境界啊 没有地狱三恶道啊 可以啊 没有习气就可以 是吧 佛说了 你不是有 能言经里面有十大习气 形成地狱 幻境嘛 十英六国嘛 有十大习气 是你在忘之忘戒的时候 形成忘习 比如说你忘之忘戒 然后不断地串写 形成了虚忘的习气 这种忘习导致 出现地狱幻境 形成地狱的幻境啊 地狱是个幻境 但是我们自己形成的 在临终的时候 我们自己形成那个地狱幻境 自己进去了 进了就像做噩梦似的 你就是长时间做噩梦 就空在那个地狱里边 就像做噩梦 地狱是个幻境啊 但是我们都想美的境界出来 每天就梦天人啊花啊 哪怕没有极乐世界 我们梦一个每天天上飘着 蓝蓝的天白白的花开啊 人道也行啊 都是美的 那就改习气呗 是吧 就等于说习气清理了 外境然后外境 没有习气你身边不会有内心 不会有太多的 就是说 上下起 噩梦 不会有噩梦 那个气脉转了之后 它自然你在改习气的时候 也会比较容易 那是相互相称的啊 就像心情舒畅嘛 一般习气饭了 都已经气脉堵了嘛 气脉堵了习气饭 但这些习气 我们是能察觉到嘛 有些称恨的时候 自己坐在那儿 弄这个 还不知道自己恨了 恨恨恨的 那会儿深呼吸 否则会地狱坏 就会熟的 这样想不就没了嘛 妒忌的时候 自己还察觉不到妒忌了嘛 是吧 贪婪的时候 自己还不知道贪婪了嘛 心里隐隐约约那种感觉 我就是我想大家这些 因为这都是很粗重的习气了 已经 微信的自己都察觉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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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